你呢 大理到了 吓死你了 哎呦 真有了 吓死咱们 看你姐我多辛苦了 是啊 我真是 来吧咱们尝尝 姐哥做得这么好 等一下吧 大家回来吧 用神秘一下 大理 大理 神秘嘉宾 哎呀 大理 诸位 诸位 大家准备好了 请看 神秘嘉宾 隆重登场 哎 你们愣上吗 是不是被我大理给惊着了 妈 妈 祝您生日快乐 这么多年了 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妈 妈 师父大理啊 今天这个日子 你闺女回国 最美的安排 你给我滚 我刚刚站在门口 我幻想很多种 有很多种可能 我还天真地以为 您会原谅我 看来以前我伤人 伤得太伤了 我也不奢求您的原谅 对不起 妈 我可以走 但是我想知道 我的孩子在哪儿 我就是死了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的孩子在哪儿 你这个冤架呀 你把你爸气死了还不高了 你把你爸气死了还不高了 姐夫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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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帮她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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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她搏 我心疼 师父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这大姐跟二姐啊 虽然是双胞胎 但是性格呢 却杰人相反 杨卿性格太孤傲了 我不喜欢 杨卿跟咱妈什么丑啊 偷着爱情惹的祸位 我二姐上学的时候交了一男朋友 我爸妈都反对 没想到他们犯了个严重的错误 后来她就未婚先月 把孩子生下来了 还有孩子呢 然后就给家里来了封短节关系的信 那抛下孩子就去法国了 我爸身体本来就不好 一听这消息啊 大病一场 没过多长时间 就过世 怪不得老大姐上不当的活啊 后来二姐一直找我们 那我妈就是躲着她 还不让我们跟她联系 她们不还有个孩子吗 孩子在哪儿呢 我说老公你咱能不聊这个了 说半天我都累了 今天又到我排卵期了 咱问她是 累不累呀 每个月排卵期都没闲着 你没怀伤啊 赶紧睡 那咱们要是不一起努力 能怀上自己孩子吗 妈 这么晚了 海边风凉 咱回去吧 你看今天你老过期这大寿 连口长生面都没吃 咱回去 我给您重新做一碗 我不吃 不吃 不吃 那个杨青 不许提她 你说说你 你从哪儿把她给我找回来的 你还说给我一个惊喜 你诚心要帮我气死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妈 碰巧了 杨 杨 就是她吧 是我们公司 高总 高熙怡 从国外聘来的设计师 我去接着她 后来就聊聊聊聊着天吧 我 我 我才知道 她是您的二女儿 也怪我考虑不周 不知道你们俩有这么大的矛盾 你呀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但不能乱当好人 你不能什么事都管 什么人都帮 你帮她就会出事的 傻垃圾的 我 我知道了 那 那你跟她 这件事不怪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你不要跟她再有任何来往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我说的话你听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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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的话我从来都是听的吗 你是我们杨家的施老太君 你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 各位董事 发布会那天的事 其实是一场误会 创建新品牌 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命运 请大家放心 公司一定会跟莉莉 成功地签约的 高总口述无凭啊 高总 我觉得唐总说得有道理 高总 不好意思 我也反对 潘大为 喂 各位董事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潘大为跟莉莉是亲属关系 发布会那天的事呢 其实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家庭内部纠纷 您和莉莉是亲属关系吗 是不是他们呀 是是 我是她姐夫 闹了一点小矛盾呢 潘师傅 是这个情况吗 情况属实 那我们这个项目 确实是非常好的 是啊 大为 你快告诉各位董事 究竟莉莉能不能跟公司签约啊 大为 好 你告诉大家 说呀 好好好 那个莉莉女士说啊 感谢高总的邀请 如果没有高总 我们一家人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呢 而且她对那天发布会上的 那个冲动啊 向诸位道歉 对不起各位 这个盛情美意 接下来 她只能努力工作 来回报 各位董事的厚爱了 这回大家都听见了吧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的新项目一定会成功的 是不是大为 对 一定会成功 嗯 潘大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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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先别爱死 你听我说 高总我正好跟你说个事 就是这个莉莉吧 哎呀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刚才是我的各位董事 我也没敢说 你要说什么 不是又出什么差错了吧 莉莉和我们家老太太 就是她亲妈一见面 俩人又吵起来了 你说什么 他们俩有仇 一见面吵起来了 所以这件事 我我我办了 没办成 我不管 潘大为 这事是因你而起的 而且她又是你的小姨子 你必须解决 我告诉你啊潘大为 你要是不能给我带来好消息 就等着我的坏消息吧 不是 高 你知不知道 昨天你差点把咱妈给气死 你们俩有矛盾 你事先告诉我一声啊 我也不想瞒你 可是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 你看我这好心帮你啊 这可倒好 你们这一通闹 弄得我里外不是人了 对不起啊 我真没想到会这样 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哎呀 烧什么也没用啊 不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 那再说了 又不是我自己非要去的 是你 非邀请我过去参加寿宴的 你这话说的 这这这这这这好像成我的错了是吧 行行 一到你 算我倒霉 好好好 我扶你了 行了吧 哎 你说都是一个妈生的啊 你和你姐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哼 那我还觉得奇怪呢 我姐 怎么能看上你这种人 你 我这种人 我哪种人啊 好好好 咋不说这事了 行不行啊 嗯 这样吧 我 我 接受 你的道歉 嗯 嗯 然后呢 为了表示你的诚意 哎 你把这个合同签了 什么合同 你看 我为什么要签 你看我都帮你这么大忙了 又是挨骂又落埋怨的 对吧 你帮我签个合同可以吧 哎 姐夫 我也不把你当外人 实话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找我失散多年的女儿 那 那你跟我说说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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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咱家那个二祖宗回来了 他回来就是想要孩子 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 哎呀 怎么办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哎呀 姐夫 哎呀 姐夫 哎呀 姐夫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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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这 这个年年年年大了 这个感情容易变得脆弱 哎呀 我想问一下是 男孩女孩啊 是个女孩 她来得太不适时候了 那个时候 我自己都是个孩子呢 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再说 未婚先孕 多丢人的事 我爸都被我 气病了 我实在找不出其他的办法 就只好出国了 那我多问一句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突然想起 回来找女儿呢 我中间回来过两次 也托朋友问了 但是咱们家不是搬家了吗 而且以前的亲戚 都躲着不见我 我就明白了 肯定是我妈 还没有原谅我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首先你是我小姨子 我们是家人 我帮你理所应当的 二来呢 你是我们公司聘请的设计师 所以我帮你找孩子 你帮我把她合同签了 合同我可以签 但前提是 必须先找个孩子 你怎么拗呢 不是我拗 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你说的话 空口无凭 好好好 咱们是家人 咱别仗狗逼狗的 这法律也好吧 是不是 合同 这样我退一步 我先帮你找女儿 然后你逼一国签合同了 真的 行 没问题